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啦,十万个为什么,开始啦! 为什么法国被称为浪漫之国? 有没有小朋友特别向往去浪漫之都法国走一走看一看呢? 去塞纳河畔喝一杯咖啡,去埃菲尔铁塔下看看它雄伟美丽的样子。 法国呀,是一个富有艺术情调的国家。 法国人民以爱美文明一世,他们不但利用美丽的自然环境开辟了许多旅游圣地,而且形成了他们富有特色的法兰西文化。 极富情调的巴黎街头艺术令人目不暇接,文明世界的露天画廊,随时随地都可以组织起来的街头音乐会, 沿街建筑上随处可见的小小的纪念碑等等。 这种街头艺术活动,参与者都是青年和平民百姓,乐器、作品都是个人自带的,只要一起相投就可以一起来表现一番。 如果说巴黎是令人向往的浪漫之都的话,那么法国就是享誉世界的浪漫之国。 卢浮宫是法国最大的王宫建筑,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殿堂。 从16世纪初啊,历代法国国王将美术珍品都收藏于此,宫中还经常举办绘画与雕塑展览。 在拿破仑时期,法国将从各国掠夺来的名贵艺术品作为战利品,收罗到宫中,使收藏量大增。 在1793年,国民会议将卢浮宫改为国立美术博物馆,向公众开放。 等小朋友长大了,也可以去那浪漫的充满艺术氛围的法国,看一看艺术家们的伟大之作。